新冠病毒肆虐 变成了人世间所有日常生活的紊乱 我卢时尊 在疫情开始时 每天晚上 在美国华盛顿州雷蒙市的南山亚社 我每晚修一谈法 主要是超度因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人 我的观修是这样的 在法座上心气合一 我的本尊出现 三光加倍我 我自画本尊 阿弥陀如来是我 我是阿弥陀如来 无二无别 右手解说法一 左手结羽怨印 结羽怨印的时候 手掌展开 有一艘法床 从手掌滑了出去 法床是黄金色 阳帆带发 御风化大 由一变十 由十变百 由百变千 在大海之上 天梢法船 一一罗链 实在非常壮观 这时 我的三本尊出现虚空中 以大威神力 先王 以如来实力 佛王 以大怨法力 帝王 射招 以新冠病毒而逝世的中阴身 乘坐在法床上 以近光照耀中阴身 是令身心清静 以神通设法船 由海面飞起 上升到虚空之中 这时 由三本尊引导 将千梢法船 航向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度 我念 南魔三十六万亿 一十一万九千五百 同名同号 阿弥陀佛 咒 奥阿弥陀佛 回向 愿同念佛者 同生极乐国 上报 四重恩 夏季 三土苦 见佛了生死 如佛 度一切 我修完法 入三摩地 在我出定下座的时候 有一声音告诉我 你下一本书 书名就叫 千梢法船 苦海常作 渡人洲 于是 我有了一个灵感 第二八三文集 书名是 千梢法船 书中 宰满了渡人的法句 所谓千梢 即是无数而广大无边的意思 加上书中篇章 都是渡人的法句 全书就是在实现作者 连生活佛广度众生的誓愿 而作者 在2007年12月 有一幅画作 三圣佛法之遇 所谓三圣 即是佛教 在比喻再运众生 度月生死 到涅槃彼岸的三种法门 而这三种法门 根据连生活佛 讲授密宗道次第广论时 他解释 三圣 是根据行者根气 而对应的三种不同修行 包括了 小圣 大圣 密圣 由连生活佛 创作的这幅 三圣佛法之遇 画了三艘 大 中 小 不同的船 抑郁其广度 不同根气众生的弘愿 此与千艘法船 有着相同的含义 因此 本书就以这幅画 作为封面 同时 未呼应书中 法船是黄金色 封面制作 特别不计成本 选用会有点点 红光反射效果的 烫金处理 让法船 不只是有着 黄金色的外表 反射的红光 更象征法船 蕴藏着无量佛力 与微光 敬请期待 即将于2021年5月13日 全球同步发行之 连生活佛 卢圣燕文集 第283册 千艘法船 聚聚法位 书中 篇篇篇文章 写着度人的法句 都在警醒世人 身在五浊恶世中 如何获得救度 此外 书中还附资 专司财宝赐资粮的 长寿仙女 明冠勇 复制化 请不要错过 阅读这本书 您能获得救度 又能获得资粮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